今天上午其实蛮多人来问我们 作为一家银行在Web Street能做一些什么东西 实际上我也解答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衣组还穿的是西装 就觉得我们是一个持牌机构来的 OK 实际上我们的母公社来讲 或者我们在2015年我加入中安保险的时候 我们的保险就是揣着一种使命 是做科技金融 做普惠金融 那在保险这边通过十年的发展 已经是国内第九大的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然后现在服务超过五亿的客户 那在2020年我们怀传着同样一个梦想 来到香港开立了中安银行 成为了香港的第一间开业的全数字化的银行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技术 用我们的热情带来更多的 更便利的一个金融银行服务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获得了75万的一个客户数 那也就是说 各位在香港的街上 每遇到十个人 就有一个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一直在为他们努力 那目前来讲 我们的银行可以开通的是 有存款 转账 卡消费 甚至最近我们也开通了我们的投资服务 香港居民的话 也能够用我们的东西进行一个炒股 未来的一些会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接下来的话 我会一个一个讲 今天上午我们在我们后面的展台 接待了很多客户的一个疑问 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说 我们跟传统银行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我们没有分行 我们让一切变得更简单 用技术的力量 科技的力量 通过一个APP 解决你的所有的一个问题 那也没有银行的任何的一个收费 我们是零存款的一个要求 零费用的一个要求 第三个 很多 特别是内地访客 在香港开户的时候 觉得 我去到一家银行分行 有一个要求 去到另外一家 有另外的要求 我们把这个要求 统一到一个APP里面 让你知道 我应该做什么 就能够获得一个银行账户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也是接受着 香港同样的一个监管 也就是说 轰快位对我们的要求 并没有降低 所有的反洗钱 以及所有 其他的一些法律 都需要做到 那同时 我们更多的是 观察到了 在香港之前 在用户体验上 有非常不足的地方 譬如说 有没有同学 在转账的时候 首先要加一个信任名单 要回到PCG上 去加一个信任名单 我们改变了这一切 我们只要在APP上面 直接输入 你要收款等等名字 我们把最复杂的风控 反气炸等等的手段 通过技术的方式 数据的方式 我们自己做掉 让客户变得更简单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在下面 能看到的地方 FPS是香港政府 推出的非常便利的 一种转账的模式 但是很多银行 依然要拟输 加86的手机号码 或者加852 才能识别出 这个到底是 手机号码是谁的 我们只是通过 很简单的 手机号码的长度 就能够判断了 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从小处做起 为客户体验做到极致 第三个来讲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 在跨行曲线上 收购费用 拿着中营的卡 去到汇丰 拿着汇丰的卡 去到中营 都会产生费用 我们在卡上面 做了一个极度的优化 只要任何一台 香港的取款机 免费 每天5万港币的 免费曲线额度 而且卡还可以 用你的生日 用你宝贝 儿子女儿的生日 作为它的后六位号码 定制出你的 个性化的卡号 这也是我们在香港 首创的一件 一个功能 而且当我们 在香港开业的时候 才发现很多的银行 其实并不是 24小时能找到人的 我们又改善了这一点 通过APP的右上角 直接找到我们的人工客服 24小时在线 随时呼应 所有的客户的一个问答 那三月份 我们刚刚在香港 推出了美股的服务 那这个美股的服务呢 通过银行 我们有两个最大的卖点 第一个 它的便宜 如果便宜 能够打动你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对比其他的很多银行 我们可能只是它的 二十五分之一 一百一十二八 一百一十二倍 比我们高的费用 也会出现 同时我们为了 让你在股票交易的间歇 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 还会推出一个 百分之十的美金的一个 活期存款的一个优惠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 想要通过数字化银行 带来更多的一些 实惠便利 普惠金融的一个 具体的一些做法 同时 我不知道有多少 来自于内地的同事 会非常便利地 去买一些 余额宝之类的产品 那如果当你询问到 渣打 汇丰 恒生 他们会告诉你 我们不卖这个产品 因为赚不到钱 这是一个零手续费购买 T加1可以申请和赎回的 一个产品 它可以很完美地去 帮助到做流动性的 一个管理 而且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市场的情况下 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资产的存留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个如果说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尝试 那我们也是支持到 内地访客 以及香港居民去做的 这时候开始我提到 我为什么要讲中文 对 讲英文 他们听懂了 我也开不了货 对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再回顾到 最大的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因为我们 作为中央银行 是一个互联网 有base的一个原生的银行 我们也是积极在 拥抱web3的一个发展 我们跟现在所有的 持牌的和交易所 都是有深度的 一个绑定合作 前段时间我也自己去 跟我们的主办方 Hashkey这边 开了一个账户 然后可以感受到 跟其他的一些平台 的一个风险上 最大的不同 那初金我们做到秒机 入金也做到秒机 然后跟C2C的 这种交易来讲的话 我们也更加安全可靠 所以说我们今天上午 我据到很多很多的一个疑问 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那如果大家还有一系列的问题 对于银行如何支撑到 整个web3的发展 欢迎大家到后面的 中央银行的展台来找我们 谢谢大家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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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